大家好 三福塞 Noraです I do stand-up comedy in 古中古阳英语 没错 我就是可以用最多语言搞笑的Nora 大家晚上好 那我刚刚也说了 我会用中文、日文和英文来做脱口秀 所以有很多观众会来问我 她说Nora 我怎么样可以讲一个很地道的外语呢 我要跟大家讲 如果你要想讲外语讲得很地道的话 就只有一句话 有演技 好吧 有演技真的非常有用 比如说英文 The restaurant yesterday is amazing and the food there is delicious 加点演技进去 你要这么说 Oh my god The restaurant yesterday was amazing and the food there delicious 对吧 别人就会觉得 哇塞 LA 哥 你是罗山寺来的吗 对不对 很地道的英文 日语也是一样的 日语的话 加点演技朋友们 你要这么说 昨天的文化是很酷的 很酷的 对吧 这个是纯种的日文 对不对 或者说韩语 Honey呀 你曾尼凯米呀 不行 加点演技 Honey呀 你曾尼凯米呀 对不对 这就是韩语 真的 有了演技之后 你不但能够一文语言 说得很利流 很溜 很地道 你甚至不用会这么外语 对不对 我就不会是韩语 对吧 是纯靠演技 把韩语讲得非常好 然后呢 因为最近疫情在家 所以真的好无聊 所以晚上开始做直播 然后我跟李旦 我就告诉李旦 我说我爸上过 开放卖的舞台 他可能是开放卖舞台上 年纪最长的新人 然后在我听了之后呢 就是也很激动 他说啊 让叔叔多写点段子 争取上节目 我就跟我爸讲了 我爸也很谦虚地表达 哈哈哈哈 李旦是谁呀 这个光头啊 这个光头我认识的 哎呀 脱口秀是你们年轻的东西 我这个老头子 怎么会去搞呢 第二天 我爸跟他朋友打电话 对吧 就说在家好无聊啊 他这么说 喂 哎老王 是啊是啊 在家没什么事情 没什么花头的呀 啊有什么好玩的事情 就是昨天啊 那个李旦邀请我上电视啊 哈哈哈哈 啊李旦你不认识的 我给你发个照片啊 你看这个人 光头认识吧 啊有名的 有名的 哎我怎么可能会去呢 对吧 娱乐圈这么复杂 我这个老头子不太适合呀 但是疫情发生了很多 我有一个想法 是我觉得疫情过去以后 我们的生活习惯 还是会有很大的改变 比如说 我们以后的婚礼 可能会变成这个样子 新郎 你愿意娶这位新娘为妻吗 爱她 忠诚于她 最重要的是 买口罩给她 哈哈哈哈 新娘 你愿意嫁给她为妻吗 无论她发烧 咳嗽 还是确诊 肺炎 你们都同意 那太好了 我宣布你们两个正式 结为夫妻 新郎 你可以摘下新娘的口罩 你们两个可以交换 神圣的飞沫之吻了 好了 直播间的亲戚朋友们 礼物刷一波欢呼走一走 哎呀 新郎新娘把直播间关掉了 那应该是顺利进入洞房了 哈哈 我们刷一波早生贵子 再祝她们白头到了 各位乡亲朋友们下次再见 我的表演到最终之后 谢谢大家 哎 反正这个外语题材 就我先说吧 首先很喜欢 很羡慕啊 中英日 加上上海话 广东话都会 也是表演很成熟 非常的顺 自己又很自信 英文的话 我小小的建议 个人建议啊 如果你提到 说是像LA口音 尤其是LA这种 Valley Girl的话 你可以再往上挑一点 就是什么样的感觉 就比如 The restaurant is like amazing It's totally delicious 就这种感觉 如果你要说LA的话 你可以再到位一点 尤其就是 从女生的角度来讲的话 还有那个Vocal Fry那种 就感觉 I don't want to go I don't know I don't want to go Oh my god 对对对对对 现在看的朋友们 我们这不是网课 这不是网课 只是脱修剑 哈哈哈哈 挺好 我觉得挺好 哇 我会觉得今天的很多内容 它很适合做成 就是很有你那个 做短视频的逻辑 你要拉回来 实时记得 你今天在做的是 一个脱口秀的秀 而不是一个短视频的内容 你今天讲的一个段子 是很多 有一个段子是 笑点 就三个笑点 就是英语啊 日文跟韩文 都是以这个外语来结尾的 那么这个东西 可能会限制你的观众范围 很有可能 有一些观众会觉得听不懂 或者是跟你产生隔阂感 我这边 还是会给Nora这一票 然后还是很期待 她后面把自己内容放进来 对 对 好